自称这个民主不倒的是文化 如是道三家本来是一家 其实不分的 因为都是圣人们对我们 这些普通凡夫们的一种引导 让我们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我们的课程要从头开始系统地学 后面才能够真正地领悟到它表达的意思 很多人学习鲁士道的文化 都是留于表面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对于表达的词语 理解得不够深刻 基础不够 所以很多人学得很肤浅 没法深入 其实呢 鲁士道所有的文化呢 古圣人呢 就讲得很清楚 他也不会讲废话 每句话都是教我们怎么去做 都是要落实的 不落实呢 就是废话了 圣人是不讲废话的 不会像那些小说家呀 或诗人呢 抒发情感或者编故事 古圣先行的一定是没有什么废话 他每句话 应该说都是自制足迹了 就是都是有用的 都是可以落实的 并且呢都是有系统的 儒家文化也是有系统的 这是后来的子孙们的不争气 慢慢的就荒废了 就变成碎片化了 现在的中国文化也是 已经碎片化了 不系统 佛教也是一样 道教也是一样 包括西方的基督教也是一样 他们也是整个文化 就是碎片化了 所以西方人现在也是信仰危机 也是在堕落 他们对他们的宗教 这个理解都非常的肤浅 因为他没有系统的 前面的这个深入的学习 就是大概的了解一下 就是这样 像中国人对佛教的了解 也是非常的肤浅 基督教估计也差不多 真正的能够对基督教 深入学习的人很少 就是全世界都差不多 但是呢 圣贤没有放弃我们 他们还是会不断的来到地球上 来帮助我们 其实呢 从基督教的角度 就是讲救世主了 这个救世主这个词呢 不是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 一个人 然后拯救世界 拯救地球 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救世主 是来引导我们的 让我们自己来拯救自己 如果没有这些圣贤 人类就像野生动物一样 互相残杀 人类的文明也不可能进步到现在 圣贤们就是来教化我们 如果没有圣贤 在世间引导人类 走到今天 作为凡夫 那我们一天到晚 我们会想什么呢 会做什么呢 让我们自己都知道了 如果没有学习 你看这个外面没有学习过这个文化的人 不是说你学那些知识 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叫文化和知识这个区别 那篇你们可能都看过 就是你光有一些知识是没有用的 这个没有文化的人 他这个目光是很短浅的 一天到晚他想什么做什么 你们都看得见 很清楚 中国的文明之所以没有倒下 西方人也觉得奇怪 其他的文明都没落了 五代四大文明 是吧 包括这个罗马的这个帝国 是吧 后来的都一点一点没落 西方的文明都长久不掉 怎么只有中国的文明 每一次好像衰败的快倒下去了 又起来了 中国的文明为什么没有彻底衰亡 就是因为中国一直都有圣贤 在默默地帮助我们 就是因为中国一直有民主的脊梁 来支撑我们 中国的文化无论怎么摧残 也没有断根 根还是没有断 所以到了民主威望的时候 你看 总是有圣贤在支撑着我们 有文化才有文明 文化一旦断了根 这个民主的文明就没有了 慢慢地就没落了 最后呢 你看 就跟某些非洲人一样 某些非洲人 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文化的民族 你看一看 你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西方的文明 为什么强大 就是因为他们有文化 然而有文化呢 是因为有信仰 信仰是文化的根源 中国的文化从道家文化开始了 没有道家的圣贤 哪来了中国这个道家的文化 你看中国所有的文化 从道家里来的 所以儒家文化也是从道家 发扬光大出来的 全世界任何一个有信仰的民族 都会强盛一段时间 伊斯兰教也是一样 阿拉伯人如果没有伊斯兰教 没有穆罕默德 他们现在就跟非洲人是一样的 他们现在能够这样子 有文明 他们也有一定的文明和文化 是圣贤给予了他们的教化 让他们有了信仰 有了文化 其实非洲也有很多资源 为什么他们强大不起来 富不起来 怎么落后呢 这几千年 他们就是一直都是没有什么文化 没有信仰 就是搞了一些那种崇拜鬼神 所以他们就很落后 大家站得高一点 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现在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看不清楚 我们要不断地去传播这个思想 我相信大家慢慢地就能达成共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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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